女人嘴一张 竟然吐出很多积木 又从口中掏出一个 她看了看 嫌弃的扔到马桶里 刚想冲水 怕堵住马桶 徒手捞了出来 随后放到水龙头下 冲洗干净 倒进儿子的玩具箱中 她以为这只是意外 可化妆时 嘴里又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 还是积木 她终于害怕了 急忙向有经验的宝妈求助 可人家根本没吐过积木 开家长会时 突然她又有了反应 急忙起身 跑到卫生间 吐了起来 从此之后 家里的积木越来越多 女儿拿起一个闻了闻 怎么有股便便的味道 她刚要回答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任着巨大的恶心 把积木吐到垃圾桶中 下一秒 她就躺到地上 旁边还有很多积木 即便女儿敲门 她都不愿出去 只想在厕所里静静 随后玩起了积木 没想到里面 还有更大的积木 第二天一觉醒来 屋子里多了个积木房子 而妈妈正在里面 吃着面包 看着手机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原来自从有了孩子 她一刻都没有休息过 天天忙得昏天暗地 一直想有个安静的小窝 就算只休息几分钟都行 那么问题来了 宝妈真有这么辛苦吗 老头想上吊 突然眼前一黑 定睛忘去 死神竟然提前到来 她非常生气 说你死得也太平常了 让大壮换个死法 随后转了几圈 两人就来到金门大桥上 往下一看 足足有300米高 死神轻轻一推 大壮就掉了下去 幸好被她抓住 觉得不够国际化 又来到爱菲尔铁塔上 大壮非常害怕 紧紧抱住钢管 原来她有恐高症 死神健壮 一把将她推了下去 正好钻入血堆中 这里是西伯利亚 温度高达零下80度 紧紧过了两秒 大壮就冻成了冰棍 不过死神还没玩够 又把她扔到岩浆里 甚至丢到瀑布中喂鲨鱼 或者被大本中夹死 简直比地狱还要可怕 最后把她扔到铁柜上 这时火车急驰而来 吓得她连连后退 惊恐的睁大双眼 眼看火车越来越近 她大声喊道 我不想死 下一秒 就回到了小屋里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摘掉绳子 说要看看这个世界 紧接着就走了出去 而死神摘掉面具后 变成了天使 女孩长出了长耳朵 小帅搂了搂眼睛 定睛望去 女孩竟然成了兔子 同学们非常害怕 急忙跑出教室 可老师却非常开心 只因她刚刚说了几句话 同学们 老师的知识那么丰富 怎么会不正确呢 她多辛苦啊 每天占那么长时间 我们应该做个好孩子 学校里的兔子越来越多 就连她同桌都成了兔子 没变身的人会受到歧视 甚至被当作怪物 半年过后 又剩小帅和大壮 两个正常人 还被同学们追得到处跑 为此老师专门召开家长会 变明批评了他们的父母 回到家后 让小帅天天吃萝卜 还时不时揪耳朵 屋里摆满了小白兔 牛奶换成萝卜汁 为了刺激眼睛 还把墙刷成红色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在老师长达十个小时的教育下 大壮终于坚持不住 长出了耳朵 老师激动的把他搂在怀里 随后到小帅家进行家访 可看到冰箱里成堆的萝卜 大红色的墙壁 老师还是不满意 每天都对着小帅的头 检查好几遍 这天他来到院子里 看到一个残疾的小女孩 原来她是班主任的女儿 因为天天操心小帅 变兔子的事 老师好久都没跟他玩了 小帅听后非常自责 于是买了个兔子头套 戴在脖子上 爸妈非常激动 老师看到后也是满脸惊讶 带头给他鼓起掌来 甚至还合影留念 可以叫醒来 看到绿色的墙壁 他以为这只是一个梦 却没注意到角落里的兔子头套 那么问题来了 兔年已经到来 你想不想做一只乖乖兔呢 手机没电怎么办 男人双手一伸 眼睛上翻 窝了个乖乖 空中顿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紧接着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正好落到充电口上 他定睛一看 刚好百分百 车上出现一幅地图 这可怎么见丈母娘 他双手一伸 天就黑了下来 紧接着下起了鹅毛大雨 汽车就洗干净了 非常不错 想拍张照片 可扇太高 被云彩挡住了 他双眼一翻 云彩立马飘走了 这才露出笑容 回到家后 地上都是落叶 双手一伸 刮起一阵狂风 树叶就被吹走了 在家看电视时 三伏天太热了 他不停地扇着风 可一点都不管用 于是来到外面 抬头望去 万里乌云 太阳非常大 他又伸出双手 念出咒语 天立马暗了下来 还下起鹅毛大雪 真是太舒服了 还情不自禁地伸手接了片雪花 可回到卧室后 他就傻了眼 接到被大雪覆盖 城市瞬间回到了冬天 这下可玩大了 突然想到有件快递还没送 一个空间穿越 就来到富士山上 这么冷的天 他只穿了个背心 冻得瑟瑟发抖 又赶紧穿了回来 可家里还在下雪 一时半会儿也没停的意思 于是变出两块木板挡在头顶 有超能力就是爽 如果是你 你想要哪种超能力呢 遇到劫匪怎么办 男人举起一把大砍刀 上面还长出各种机关枪 劫匪立马慌了神 转身逃走了 原来他有一枚神奇的戒指 手一用力 就变出一个哑铃 然后开始了肌肉训练 紧接着绿光一闪 在摩天轮上练习跑步 早上闹铃响起 可离桌子太远 光芒一闪 变出一只大手 就关掉了闹铃 对着墙一照 变出一面镜子 今天的发型真不错 整理瞎领子 摆个帅气的pose 就去上班了 关上大门后 变出一把钥匙 插到锁孔里一拧 是不是很方便 见楼下没人 伸出手臂 变出一个滑梯 正好连到花池上 随后呲溜一声滑了下来 窝了个去 怎么屁股这么疼 没交通工具怎么办 手一抬 变出一辆自行车 这个速度太慢 手一抖 就变成了摩托车 可今天没带头盔 又变出一辆大卡车 不过C1本不能开 于是就变了辆小汽车 这下刚刚好 可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大堵车 他使劲按喇叭都没用 还是换个工具吧 手一抬 变了架直升飞机 速度那叫一个快 门口遇到同事 刚想握手 想到新冠非常厉害 于是变出一只绿色大手 这个主意真不错 可也有倒霉的时候 走累了 变出长椅休息下 这时一个小伙走了过来 毫不客气的坐在长椅上 大壮非常不高兴 站起身来走开了 随后光芒一闪 长凳就消失了 同事的车坏了 他用戒指变出个千斤顶 可过了俩小时还没修好 大壮非常累 一不小心睡着了 紧接着能量消失 汽车就落了下来 情侣想浪漫下 他变出个热气球 两人走进去后 气球缓缓上升 不一会儿就飞到空中 这时电话响起 他掏出手机一看 是老板的电话 这可不能耽误 可由于一心二用 没控制好戒指能量 热气球消失 两人就掉了下来 你说他是不是坑货 他是蜘蛛侠的孩子 射出蛛丝 粘到烟筒上 向后撤了6.66米 用力拉紧蛛丝 随后就弹了出去 飞到万米高空 突然出现一架直升飞机 他就撞了上去 重重地摔到地上 起来后遇到了同事 就打个招呼握下手 没想到蛛丝射出 他们成了永不分离的好机友 回到家后 想看会儿书 突然手机来了信息 抬头望去 是妹子打来的电话 这可不能耽误 射出蛛丝 缠住手机 用力已拽 手机就撞破玻璃 飞了出去 怎么这么倒霉 于是想喝瓶可乐压压惊 手一抬 蛛丝粘到插座上 一股电流涌来 他不停地颤抖 滋味那叫一个酸爽 可乐喝不成 那就喝瓶啤酒吧 可无论怎么拽 都拽不动 只好再射出一根蛛丝 射下啤酒终于动了 他双手一用力 啤酒就砸到头上 晕了过去 屋里是不能呆了 就来到楼顶吹吹风 一抬头 看见摩天大楼 又射出蛛丝 粘到大楼上 随后用力一跳 就飞了过去 不料男人拿来剪刀 哭斥一声剪断蛛丝 大壮就倒了霉 啪击一下掉到草坪里 不过他还没玩够 射出蛛丝用力一跳 在大楼间不断穿梭 感觉好极乐 突然一只老鹰飞了过来 不停地啄着眼睛 他伸手去挡 从空中掉了下来 这次彻底BBQ了 你说他倒不倒霉 有超能力虽然是好事 但不能太过招摇 滥用超能力的话 有可能会霉韵缠身 男人舔了下血糕 把小帅吓了一跳 说你嘴里有什么 足足有一米长 大壮说 我舌头就是很长 随后就伸了出来 小帅问还能再长点吗 进阶着舌头不断变长 小帅非常兴奋 如果直播的话 肯定能赚钱 而大壮却不同意 因为他不想当小丑 靠哗众取宠赚钱 小帅很生气 说必须得赚钱 大壮刚要离开 却被绊了一跤 随后重重地躺到地上 小帅想抢走舌头 不料挨了一跤 大壮正嘚瑟时 小帅就扑了上来 用力捏开嘴 把舌头拽了出来 然后用出吃奶的力气 舌头越来越长 可就是弄不断 只听小帅大吼一声 用力一扯 舌头就掉了下来 大壮想恢复长舌头 于是把铁管放到冰块中 然后伸长舌头 一点点靠近 下一秒 舌头就冻在铁管上 小帅见壮 抱住大壮用力往后拉 而舌头越来越长 根本拽不下来 疼得大壮闭伤了眼睛 见没有效果 小帅拿起一把菜刀 对着舌头后 高高举过头顶 然后用力劈下 大壮这才脱离危险 用手一摸 舌头又没了 另一端还在铁管上粘着呢 紧接着就被小帅拽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真能冻住舌头吗